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在大陸江蘇是一個讀化學專業的女大學生, 由於她是懂得製讀相關的材料和技術, 就被這些龐大的利益吸引, 自己在家加工,做大麻素,然後在網上賣, 這個女學生的父母知道了這件事之後, 不單止沒有制止,然後她竟然心痛過女兒說她做事太辛苦, 就幫她一起製讀,最終一家人齊齊整整判刑。 根據大陸觀察者網報道, 這個叫陳麗的女學生是化學專業的, 她明知合成大麻素是大陸國家所管制的精神弱物的情況下, 她仍然買了製讀原料, 同按照配備加工製成有大麻素類物質成份的煙油, 亦都人利用噴霧瓶將這些煙油噴灑在煙絲上, 偷歌網購平台將煙絲藝裝成為裝飾畫賣給吸毒人員。 這個新聞就說,令人不解的就是反毒過程中, 她的父母沒有阻勸她還一起幫忙, 而上週經開區人民法院方面表示, 一方面是因為販賣毒品為他們帶來巨額利潤, 一方面亦都是父母對於子女不良的放任關外, 而本案的其他兩名被告人都有一個較高較穩定的工作, 本來都是可以享受她們所謂的美好退休生活, 但是為了幫她們的女兒去減輕家庭負擔, 最後就導致她們一家人齊齊入獄。 案件就看到在這裏, 那說真的, 如果是利益非常之大的話, 無論你那個人工有多高都好, 都是會沉淪下去的。 而且你要知道她是販毒制毒的嘛, 那收入你說會有多恐怖呢? 那如果她是有一個很穩定的出貨渠道的話, 分分鐘你的錢是很大, 所以她老爸老母就變成擔心女兒太辛苦了, 那我們兩老就幫你手一齊制毒啦, 那其實講到尾都是錢的問題咯。 如果真是擔心她制毒太過辛苦就叫她不要做, 正正經經滿花一份工啦。 那所以其實一家三口齊齊入去坐, 都可以講得上罪有應得啦, 為了錢啦, 就全家人一齊入去監獄團聚啦。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 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